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Mell 我是化妆师 也是专栏作家 我小时候的志愿 有想过做医生 也想做一个索护士 因为做医生 就是觉得拿着针 好像刺人很好玩 后来又觉得 护士好像很多人疼 我会想做护士 但是最后期 因为我很喜欢博咀 我老爸就觉得我应该要做律师 我现在的梦想 其实因为现在 做了化妆师 最主要是 会想接触多些 好像跟化妆有关的东西 因为我想放软一点 我想有少许 比较平时我们眼见澳门 特别只是见到可能 以新娘化妆和美女装为主 但其实我真的很想玩 好像特技妆 和一些电影化妆 因为他们的技巧和特性 都是不一样的 实现一个梦想最困难的地方 其实有少少都要走出自己的心魔 反而我觉得 如果越小 应该越向前走 因为你还要有时间去 但是大过了 因为我都做了一段时间 想的东西都考虑的因素很多 很多朋友都说 可能你试吧 都不是特别很大 但事实上我们要面对现实 如果我要去实现一个梦想的时候 真的要解决到自身的事情 才可以去十二层 我会这样想 关于梦想 如何跟年轻人说的话 我觉得如果有梦想 就要去试 和要去真的找他 你想怎样去走这一条路 我觉得一个好的 比如说 你可以去试多一点 而且你试了 万一真的他不适合你的 那你都说了试了 亦都无悔对我来说 另外就是 我觉得要知道自己 是要的方向 这一样东西就是 其实都是我跟年轻人说的说话 我是Amera 我是一个化妆师 亦都是一个专栏作家